資料庫的話,不外乎就是利用什麼?利用Seql 不過特別注意,你要先自己建立一個資料庫叫Library 然後再把Seql放上去 底下有一個程式 所以第一步,建的方法當然你可以用Library 或者CSV,或者Excel檔,反正這邊都有啦 如果有時間同學可以先額外的練習看看 比如說給你不同的資料 你有沒有辦法幫我建立資料庫 這個題目部分在雲端講義裡面也有 主要裡面要我們做哪些事情 這邊也都有敘述,所以你就要照這個方法來做 裡面的話,他說第一個 請使用PHMyMe建立一個通訊錄資料庫,叫Library 就這個,OK 然後它根目裡面有這個,你可以用這個來建立 第二個的話,這個 等於是第一個檔案 PHA02-1 它這個是一個書籍管理的主 主畫面 使用者可以依選擇 那個什麼,就是有三種查詢方法 然後呢,進入關鍵字之後 得到結果,裡面的話還有這些 使用者 OK 如果我們查不到的話,當然就沒有資料 如果有的話,就在Library裡面的BOOK資料表裡面 去做關鍵字查詢 那每一頁的話,產生五個 所以最後產生要五頁 而且底下的話,要出現供給頁 選擇第幾頁的一個訊息 大概諸如此類,類似這種 那我們第一個,先來確定一下 我們的資料庫有沒有建立起來 那剛剛有特別講到就是 在那個我們的 MySQL裡面 那這裡的話,你要先確定一下 你的Library,第一個 點擊它之後,裡面有沒有一個BOOK資料表 有的 然後再把它點擊進去 看看有沒有 需要的那個,我們的 那幾筆記錄了 那如果你沒有這些東西的話 一定是查不到資料的 第二個的話 那你可以練習一下 假設 我們剛剛施力用什麼 在Library裡面用Seql這方面 這部分貼上 那可是其實匯入資料的方法 還有第二種 其實Seql,假設你有個Seql檔 你可以透過Seql貼上 到這邊 第一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這邊還有什麼? 賄賂 其實你也可以用什麼? 賄賂的方法 那賄賂各位可以看到 在賄賂裡面呢 一樣會有個格式 其中一個叫Seql 也就是說你可以瀏覽 去找到你根木屋裡面 也有個Seql 用這種方式 可以直接什麼? 執行 一樣可以建立 不過呢 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因為你已經有book了 所以如果你要練習第二種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先把你舊的這個book把它刪掉 那如何刪除工作表? 其實以後的話 反正你工作表建立了對不對? 如果你要把它刪掉 很簡單嘛 記得點Library 它會顯示出你現在 這個Library資料庫裡面 有幾個資料表 反正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很多個了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要不就是說 把它刪掉重新建 要不你就可以把 把它重新命名 只要 資料庫的名稱不要一樣 也可以啦 我們練習把它刪除 刪除很簡單 打勾 旁邊有個刪除 假如 你要練習第二種方法 把它確定一下 我想這個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 在你Library裡面的資料表 就空的 裡面都沒有東西了 有沒有 它會出現建立資料表 那如果說你要練習第二種的話 你就會錄 然後找到什麼 找到這個 瀏覽的地方 記得格式是Seql 一樣找到這個 然後按下執行 底下其他應該都不用選 按執行 它一樣可以怎麼樣 其實結果應該跟剛剛 應該是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結果我們來 看一下Library 裡面的Book 點擊它之後的話 資料一樣秀出來 這個是 如何 利用Seql 幫你 建立 一個Table 加上 Insert into 總共裡面的資料 第一個 那第二個 就是說 如果將來 你有可能 遇到一個狀況 那你資料 怎麼樣再把它 把它下載下來 因為這資料慢慢久了之後 你要做一些 其他利用 或者是說 你要把資料給別人的時候 那怎麼辦 當然相對這邊有個 匯出 你可以試試看 匯出 假如說我今天希望 把所有資料 匯出 那匯出的話呢 這邊大概有幾種選項 這麼多 哪一個方法 最通用呢 其實 看起來好像 應該 目前 匯出成什麼 Excel 應該算是 最 最多人的選項 因為你給別的 別的東西的話 恐怕都不合用 你給他一個PDF檔 太麻煩 你給他一個 Jackson檔 太麻煩了 他打不開 他打開之後裡面 大瓜糊 還有什麼 單銀號雙銀號一堆的 那怎麼辦 乾脆呢 給他什麼 這個 不過特別注意 如果你 直接按執行的話 下載下來的東西 一定是亂 為什麼 因為他下載是UTL8 可是呢 我講過嘛 微軟的 他就是不是 UTL8 所以怎麼辦 你可以按一個制定 制定裡面的話 編碼方式有沒有 改哪一個比較OK呢 這麼多個 請選擇 當然就 應該是BIG5 有沒有 這好像上禮拜有講過 其他要不要壓縮啦 等等的 如果OK的話呢 你就這樣 記得你如果沒有改這個的話 打開來 一定是 亂嘛 如果說你把這個改一下 其他我看一下 應該是不需要改啦 OK然後其他的話 取代 移除 OK按執行 這時候他會幫我下載下來 我把它開起來看看 OK 這個時候 如果你有把它改成 BIG5的話 這個時候 他就會 正確的顯示 沒有問題 但是呢 第二個問題產生 什麼問題 應該要一個蘿蔔一個坑 結果他是 怎麼講 六個蘿蔔一個坑 這樣不對啦 怎麼辦呢 問題來了 這個地方有沒有 分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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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引號 雙引號 這就麻煩了 當然 有幾個方法 要不 如果說你看到這個 你會講第一個 資料 報告 沒有辦法資料剖析 資料剖析裡面呢 如果他的分號是 分格符號 是什麼呢 有沒有分號 有分號 你用分號 按下一步 其實好像直接按完成 他也會怎麼 全部幫你切割好了 有沒有看到 用那個資料剖析一下 也可以剖出來 不過呢 好像資料剖析還是麻煩 你還要剖析完之後 才可以看到正確資料 其實我教過一個方法 就是說 我看一下 下載之後 其實應該要有一個格式 就是說 他的那個 豆點 其實你下載 這個東西存在哪裡 把它儲存 我把它存在桌面上好了 其實他是一個book.csv對不對 那這個csv檔 預設開啟的 應該都會是 Excel 按右鍵 但是他實際上裡面是什麼東西呢 按編輯 他裡面呢 實際上 他是一個 什麼 純文字檔 只是他的副檔名 是csv 那如果你要 開起來 Excel 直接就對應到 正確的 你也不用去資料剖析的話 教過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請你把什麼 封號 取代 成什麼 豆點 這樣就好了 不過理論上我覺得 應該PHP本身應該就幫你處理了 可是我找 實在找不到 他 下載的地方 可以讓你選那個格式的 你按確定之後 你不用把它全部取代掉 對不對 然後你關掉之後 儲存嘛 剛剛打開 他是 六個欄位 全部都在一起 可是你會發現 如果你把 分號 改成豆點的話 其實他就完全OK OK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提供給各位參考 以後如果說 你將來的資料 可以上到雲端 上到買seco 你要把它盪下來 其實非常簡單 最簡單的策略 就Excel 我想應該Excel 是目前 大家用最普遍的 你不會說 你給人家 給人家Excel 還被人家嫌棄的 應該沒有吧 如果嫌棄的話 你下次給他一個 Juice and Down OK 對不對 給他一個 說你 這個都不行的話 那實在是 所以特別注意 就是說這個地方 轉換下載格式的部分 主要是匯出啦 那匯出哪一種 因為 因為 先買seco 現在最大問題就是 你要上得去 也要下得來 你不要上得去之後 下來就亂 給人家東西 不能用 人家一定會覺得 你這東西是什麼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比較標準的話 第一個 記得 格式的部分 有這麼多 那你就選擇 我們最一般性的 這個 就是 這個 但是特別注意就是說 他的編碼方式 務必一定要改 你如果忘了改 一打開之後 哇不得了 你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如果下載是 UTU8的話 一開起來 在以seco裡面 全部慘不忍睹 OK 如果你給別人 人家 可能會非常的緊張 尤其是他可能 非技術人員 他會覺得 不過其實也還好 假如說 有人不小心 怎麼樣 他可能忘了改 然後呢 也把它執行了 其實也OK 為什麼 因為如果假設 遇到這種狀況 還是會有人 給你這個資料 但是他是一個 UTU8的話 怎麼辦 其實也不用擔心 假設他給你這個東西 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按右鍵 編輯 怎麼樣 另存新檔 比如說你現在這樣開好了 我這樣打開給各位看 有沒有看到 這什麼東西 對不對 如果user看到這個東西 因為常常有同學問說 老師為什麼人家給我檔案一打開之後 就 全部都亂碼 怎麼辦 我就問他說那你是 那什麼資料庫 他說我也不知道 我就後來跟他講 很簡單嘛 你就是 按右鍵 編輯 對不對 居然正常了 但是這個還不是eSale 怎麼辦 另存新檔 把它改什麼 改成 Ansi 還有印象吧 所以其實祭司本在這個地方 哇他小兵地大功 根本不用去找任何的什麼轉碼程式 反正你只要這樣存對不對 按一個儲存 取代掉好了 我看 改成2 這邊 UTF8 乾脆這個改成 Ansi好了 兩個做比較 儲存 然後如果你要貼心一點 你乾脆 把這個順便改一下 改成逗點 然後全部取代 改完之後的話 把它儲存 這個打開來看一下 一切就恢復正常 所以 MySQL跟eSale之間 其實 兩者之間呢 就可以溝通得非常好 OK 這裡的話請各位試一下 我這邊主要 幾個重點 第一個 學會 如何 用 在Library 裡面SQL之外 你可以用匯入的 第二的話匯出 匯出的話 注意一下那個 就是 那個那個什麼 第一個 你也可以先下載 自己再重新改 或者直接從雲端改 然後呢下載之後 如果不在同一個格子裡面 那就把它改成 在 同一個儲存格裡面 OK 如果你懂了這些方法以後 反正不管說 資料你是要 從eSale轉上去 或者是要從 MySQL再轉成eSale 都不會有問題 這樣的話以後 應用起來就蠻得心一手的 管他 你給我什麼 反正你給我eSale 我也給你eSale 這樣子 大家都 做起來蠻愉快的 那你就以後 如果你要 公佈一個eSale的 資料 到手機裡面 就會輕而易舉 反正你只要放上去 資料 MySQL主要就是 幫你 當成一個什麼 有點像是一個轉 一個什麼 一個那個 中介的一個 不過當然 我之前也想過 你乾脆用eSale 當資料庫 不就 根本 更簡單了嗎 不過這個好像技術性 好像還蠻 蠻大的 因為你要直接存取 eSale 是一件還蠻麻煩的事情 有啦 網路上有 但是後來發現 本來不用錢的 後來都要錢 PHP本來是可以存取 eSale 但是早期 很多是不用錢的 可是後來這些技術 我發現 不行了 不能work了 為什麼 因為後來要收錢 所以你可能要 花一點錢 去買一些相關的 存取 那這樣就OK了 可是我覺得如果說 好啦 你要錢 可是 效率各方面 其實也不是很好 所以怎麼辦 目前的最好方案 還是用剛剛的方法 反正丟上去 然後要要資料 再把它抓下來 多一個步驟啦 不過我覺得 倒 還 不是太麻煩 OK 這裡都好想各位先試一下 如果在那個 Library 裡面 做那個 匯入匯出的動作 MySQL